嗨 欢迎来到毛单的视频 今天想给大家讨论的主题呢 是抗初老 如果你到了我这样的年纪 二十来岁 那肯定呼呼步骤里就少不了 抗老这一环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 抗初老效果非常棒 起码在我的脸上我真的看到了效果 这样一个美容生气 生气 如果你有一直关注我的视频 你应该知道我最近不是收到了 我人生中第一台美容仪吗 就是这台红色的NEWAR 这个东西的全名呢 叫NEWAR家用RF射频电子美容仪器 它的包装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一个礼盒 里面就装着说明书 凝胶 NEWAR 还有一些电源等等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我对它的详细使用报告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产品的功效 它的诉求 就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 提拉紧致 风影苹果肌 淡化细纹 淡化法令纹 还有泪沟等等 这些功能 这个小东西呢 里面藏有很多的黑科技 虽然我是不太懂那些 很专业的术语 我只能用我最浅显的语言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工作眼里 就是说利用射频技术 将热能地穿透我们的皮肤 到达真皮层 是真皮层 使我们的真皮层达到一定的热度 从而可以激发胶原蛋白的生成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呈现更年轻 饱满 紧致的状态 你看它这几个电阶啊 就是可以产生那种可调节的RF电流 使无线电波这样穿透进去 它是携带热能 然后让我们表面的皮肤不会太热 但是里面真皮层的温度是高的 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 就了解了一下射频技术 它的这个原理 确实是有研究证明 真皮层如果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 就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你的皮肤达到了六七十度 那脸整个是要烧熟了 所以不是你想象中的 可能拿一块正毛巾敷一下 然后就有胶原蛋白生成 所以这个射频技术呢 就可以保证 在我们表层皮肤不会说过热 我刚刚不是说有研究说是60度以上 才会产生胶原蛋白吗 但是60度那么高的温度 一般我们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呢 它是把温度控制在50度以上 52度到55度 然后这个真皮层 如果达到这个温度 并且保持一段时间的话 那它刺激胶原蛋白的产生情况 就和达到60度以上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查案资料我发现 它真的不像电视购物上 一些很玄乎很噱头的东西 确实是有一定的就科技含量在 好讲了这么多呢 我是使用了它将近半个多月 就每个星期我要使用三次 然后有一些记录下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为了对它做测评 所以我只选择了眼下 不要有细纹 还有到嘴边嘴角 这个区域使用 分成了两块 在我脸上最最最明显的效果 就是毛孔皮肤的纹理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刚用过这个东西之后 我把那些凝胶洗掉 明显的看得出两边毛孔大小的那个变化 表面皮肤纹理的变化 虽然我就是左边脸本来就是红血丝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用完它之后 因为它的发热原理 使我这边的脸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红 但是过几分钟它就消下去了 就大致上对我的皮肤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刺激的 另外一个我感受到的变化呢 就是它的紧致度提拉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这样看我这两边脸 能不能看到一些变化 那这个提升的效果很难用镜头能捕捉下来 就是我平时照镜子的话 我这样仔细观察 确实这边会有一些那种紧致提拉饱满的效果 然后这个法令纹 虽然我的法令纹是由于我的牙有一点外秃 导致这边有一点凹陷那种法令纹 但是也可以感觉到这边那个纹路 那个纹路有变浅 淡化细纹的效果真的不是吹牛 Unbelievable 眼下的那干纹给大家再近一点点 就是笑起来之后 有没有一点小变化 我感觉是有 就它的效果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多护肤品 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它对皮肤整个状态的改善让我非常非常的欣喜 以后我还会再用它 并且我下一次就是针对我的双下巴这样来提拉了 真的这个纹理特别特别平滑 然后毛孔也变得很小 尤其是跟这边对比的话 这边的毛孔真的变小了很多 毛孔这件事是让我很惊讶 因为它这边诉求也没有说可以让这个毛孔缩小 可能就是因为它紧致饱满的效果 让这个皮肤整个更有弹性 不会像之前那么干瘪 所以那个有毛孔的地方 那个空洞啊 可能就会被皮肤所就是充满的感觉 就不会显得毛孔那么大了 好难形容 然后我额头上这边有一些痘痘 是因为最近在生理期 所以我额头上没有用过妞娃 突然很想在脸上扫一点高光 沾一个最白的高光吧 这个 这个苹果肌真的是不能再饱满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报告 如果你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打算入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具体使用方法的介绍 也会告诉大家一些使用它的注意事项 最适用的人群等等 然后首先我们先把电源线插上 就是插的时候你看这个灯有没有亮啊 亮的话说明是已经接通电源了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调档位 你可以看到012 零档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它不会有任何作用 不会有电流 所以这时候你将凝胶呢 把它均匀的挤在这个16个电极上面 要完全覆盖住 不要吝啬凝胶的使用量 然后准备上脸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档位调到一档或者二档 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先用一档感受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是发出热能的 你会感觉皮肤有一点点热 二档是比一档温度要高一些 你可以有个适应的过程先用一档试试 那我一开始用一档就觉得还好 不是很热 那我就直接用二档了 二档的话我温度比较高 它使用出来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皮肤要分成几个区块 分别来进行这样按摩打圈 我当时这块分了一个区域 这块分了一个区域 这个地方到双下巴 也是可以做一个区块来按摩的 如果你准备开车完脸上怼了 那就按一下它启动 然后它就会是一个蓝色灯 等到这个蓝色灯变绿了之后呢 不代表你是需要关掉了 而是说这个温度已经达到最合适的了 你要继续坚持的保持这个温度 继续按摩下去 直到它自动停止 就四分钟就自动停止嘛 这是一个最合适的时间 然后再换另一个区块再继续这样按摩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形式 每个区块四分钟 其实很快就做下来了 然后这个产品本身重量也不是很大 所以也不会很累 注意一点的是 不要让它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 那样的话你会觉得很烫的 耳朵上呀脖子里的一些金属首饰给摘掉 因为它好像对金属 它可以达到非常快速的加热作用 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你的皮肤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就不仅有红血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呀发炎啊 就不要用它 孕期的妈妈或者是怀孕前的三个月 也最好是不要用它 这几点呢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适合的人群呢 就是像我一样就年纪是20岁以上的 脸上开始出现一些小细纹啊 法令纹变深 甚至是感觉皮肤有一点松弛下坠 护肤品呢又没有办法达到你所期望的 能够改善你肤制的那种明显的效果 那可以考虑投资一台这种美容仪 在你用正确的使用方法 持续的使用下来 肯定会看到一些皮肤的改善 比起你在用它的时候呢 你心里也要给自己一种鼓励 哇我的皮肤在变好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秘密 它是讲有关于吸引力法则的一些东西 就是这里面就会提到 我们生活中 如果你很想要一件事情 你心里对它有一个正向的期望 那你这个愿望 你这个梦想呢 会慢慢慢慢的实现 这样说的话 很像一个邪教 或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我相信你会有一点点收获 因为这个并不是通过你外外 就可以实现任何梦想的 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外界正向的引导的 我是有一个这种心得给大家分享 就如果我最近一段时间都觉得很累 然后护肤的时候 虽然也是用同样的东西 用同样的手法把它涂在脸上 但是我的状态是一个很累的状态 然后在护肤的时候呢 我可能脑子都会想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相反的如果我在护肤的时候 我每次按皮肤 我都觉得啊好享受好舒服 我正在给我的皮肤增加营养 我在呵护我的皮肤 就好像是真的用心 在去做这些护肤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护肤的效果就会棒很多 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境 对护肤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买了美容仪也好 或者是买了一个新的保养品也好 你要怀着乐观的心态去使用它 好越说越偏了 反正今天的视频大概就是这些比较详细的 关于妞啊美容仪的一个功课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小的帮助 或者是对大家的护肤有一个好的启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